1. 請你開啟 Visual Basic 一樣點進來 2. 找到上面這邊不是有VBA的Project 就是專案總管 按右鍵,在這個範圍裡面按右鍵就可以了 右鍵之後會出現有個叫VBA的屬性 右鍵就會出現這個屬性 從這個屬性裡面就可以設定好了 按右鍵,然後去到這個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按右鍵都可以了 然後點進來之後有個保護 把這個打勾,輸入密碼 然後輸入兩次,兩個都要一樣,按確定 記得打勾,確定 這邊不用存檔,主要是要在外面的地方存檔 這邊存檔就可以了,主要外面存檔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這個效果,我們把它關掉一下 關掉之後的話呢,我們再把剛剛的這個邏輯函數打開來 特別之外,因為我這邊聚集一定要啟用 因為我有寫VR,之前有同學是沒有啟用它 就直接點它會出現什麼聚集停用 你一定要啟用 這個要啟用 好,接下來的話一樣,你在到開發人員裡面 Visual Basic,剛剛的動作都一樣 可是因為我加了密碼 所以我如果再把它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點擊這個加號 輸入密碼 OK,所以如果對方不知道它亂Key的話 它會密碼不正確 也就是它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OK 那除非是你自己 你自己就打上正確密碼 但是之前也有同學,他忘了密碼 然後問我說怎麼辦 我想說 就好像你那個郵局 或者你銀行的帳號忘了 你問我有什麼用嗎 沒用吧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這個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會有別人知道 那當然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不過那個都不是正規的 有那種破解的方法 不過那個當然是應該是可以破解得了 可是那個畢竟不是正規的 所以請記得 如果你自己加了密碼 你一定要自己記得 你到底輸入什麼密碼 這個時候模組有沒有 才會出現 加號再打開 程式才可以看得到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練習了 你怕你將來忘記的密碼 請記住你也可以把它解開 怎麼解 回到這邊保護碼 把這個打勾取消 把密碼刪掉 再關掉 重開 應該這個密碼就不見了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 把你的密碼做一個保護 密碼做一個保護 第一個記得從這邊按右鍵 VBA屬性保護這邊 OK 第一個 第二個 那第二個是說 你要如何把你這個檔案 給別人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那個成績函數呢 有兩個 我希望給別人去使用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要給他一個檔案的時候 這個檔案的話 裡面一定要有你這個方向 不確定 不過特別注意 你給他的爭議集 上面這個sab 是不會被執行的 只有 制定函數部分 會被執行 所以特別注意 sab 部分是沒有辦法被執行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 這樣把這個檔案給別人 首先第一個 你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話 那我先把它存在桌面上好了 那特別注意 這個檔案的類型 請你改成Excel的爭議集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有兩個 一個是Excel的爭議集 這個Excel的爭議集 指的是2007以後的版本的爭議集 也就是說 這個只相容2007以後的Office Excel 那如果說 像有些公司 可能還在用舊版的 那你記住 你就要選下面這個 否則的話 其他的電腦是不能使用 那我們就選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2010的 好 那把它存在 先存在桌面上好了 我先把它存桌面上 OK 這個地方 儲存 好 存完檔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關掉 這個把它關掉 那我在桌面上就會產生一個 像這樣的東西了 這個就是爭議集 然後